兩岸兵充戰為風險極深 國防部日前宣布要花 3億7千2百萬 買24萬枚MK2手榴彈後 陸軍明年開始 也將跟美國買70萬枚M6拐手榴彈 預估花10億2960萬 等於我軍將擁有近百萬枚手榴彈 專家炮轟就擺明了 是要台灣打城鎮戰 蔡政府還敢說 不會讓異物異上前線 可以在自己的家鄉打仗呢 炸彈 火箭 炮彈都在台灣爆炸 殺傷多少的老百姓平民 不要把我們老百姓都賠上去了 安卡托手榴彈 橢圓彈體加防滑花紋 俗稱鳳梨 M6拐手榴彈則因彈體原型 綽號叫蘋果 未來購入百萬枚手榴彈 難道通通要讓一無一難 狂丟手榴彈 人丟也好 或者是拿機器來投擲手榴彈也好 距離都非常有限 一般的武器 大概是20年到30年 因為它的藥柱放久了 都會起化學作用 放久了它不會爆了 啞彈的機率就變多了 政府似乎算準了 這兩三年內兩岸一定會開戰 我有狂炮轟 連手榴彈都用上 政府要囤這麼多 是要打巷戰了吧 真的要讓全民打巷戰去作戰 更有人崩潰 台灣成為地雷島議程定局 看起來是不是 台灣現在已經真的 準備要打仗了 火山布雷 連美國所建立的手槍 可能都要發給它百姓 2024就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採購多少的飛彈 手榴彈 武器不等同於和平 民眾不會支持 把台灣打造成為這樣子的一個火藥庫 蔡政府不斷俠美抗中 逼全民延長兵役 狂買手榴彈等成正戰武器 就怕這樣搞軍備競賽 換不到兩岸和平 反而讓百姓活在擔心受怕的痛苦地獄 記者先後路的一璇台北報導